10呎楼底 很多光线进来 很不错的投资选择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心买房地产Tim Brissan的Terry 我接下来会做两期视频 介绍一些大概50多万 适玩的收租的好选择 今天第一期 我会介绍一个 在Downtown Barthurs区近湖边 最重要是50多万 又包车位又有Locker 这些又包车位又有Locker 在Downtown就非常少见 Downtown来说 你将其他日将车位买出去 也买回6万 这个单位来说 我们会有整个本地的回报 一如以往 在我们开始看楼前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好当然在下面留言 然后记住 留意我们每个星期 精彩的看楼视频 以及每个月的楼市分析 我们待会见 再见 我们现在就到了单位里面 一进门口的时候 其实它前面 是有一个小小的L字形的走廊 这里可能就会浪费一点点 先看我正门 前面 这里就会是它单位的closet 然后旁边就有一扇门 这扇门打开就是一个碟层式的 的洗衣房 它的洗衣机 算是大大大 变成放屁 可以洗到可以的 好了 接着我向前走 就穿过这个L字形的走廊位 到达这个 厅和睡房的区域 在厅前 先在我的右手 就是它的睡房 睡房 在下室有很多的一房单位 它也是会用这种 磨砂玻璃 烫门式的 的房门 打开它 这个就是它的睡房 它现在放了一张 queen size的床 queen size的床 在这边就放了一张书桌 然后在这边 就有一个 双烫门的 衣柜 我现在换个角度 看看睡房 它放了一张queen size的床之后 它在 右手边 它就放了个night stand 放了一盏灯 但其实它就做不到三边下床 只可以在左手边 和在前面这边下床 这间屋的睡房 可能有一个缺点 它就不是一个正正式式的正方形 或者是长方形的睡房 所以变了 放完床之后 除了前面这边可以放一张书桌之外 其实它的空间也不算很多 但是很多时候 当时下床 那些人上班 其实都是 回到家睡了一晚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介意 好 现在屋主在左手边 放一放大镜 令到 屋看下去 空间感会更多 好 房的隔壁 就是它的一个洗手间 这个是它的洗手间的设计 都是用黑白色为主 四件头 好 你是不是日行无奈的新经纪 心怀大志 但苦于无下 或者用传统的办法找客户 免得浪费力 但成效不大 不用怕 我们有办法 1月26日 安心买房地产 将举办一场 全职经纪招聘会 等着你来参加 我们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效户 和很多持币代购的买家等着你 不止这样 我们还提供 北美地产行业最领先的 备份计划 泰金级别的课程 每星期 线上线下 同事培训 祝你迅速成为 地产精英 不用冷呼叫 不用上门推销 更无任何广告费用 找客 不用又 英文讲得流利的你 立刻报名参加 1月26日的 全职地产经纪招聘会 加入我们团队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至少找多 五万年佣金 立刻报名 再来看 它的饭厅 和客厅 它是一个开放设计的 在我的右手边 这里有空间 做一个像pantry 或是一部咖啡机 我想说这里有一个 亮点的 这家屋有一个亮点 就是平时 很多 Nekon 都 8尺左右 其实它这个单位 是有10尺 所以变了 虽然它有一个 一房单位 尺寸不是很大 只有500尺 但是由于它的楼底高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 空间感不够 很局促 平时8尺是什么概念 8尺 其实我们要起后一点 给你看看它的厨房 其实8尺 刚刚到到厨柜顶 那个位置就叫8尺 所以厨柜向上 再伸上去 就是第9和第10尺 所以这家屋 整件事 看上去就会是 不局促 很高 我换个角度 给你看看厨房 厨房是一字形 一字形的厨房 厨柜是足够的 以一个人居住来说 它的衣服 例如雪柜 也不是小 楼头说我那些 各样都很新的 在前面这个位置 还可以摆到 一张餐桌 让你两个人坐在这里吃饭 外面就是露台 我露台稍后再说 它这个设计 其实有些L字形 即是什么意思呢 厨房在左手 然后我转过弯 去右手 这里就会有一个 真真正正的 Living Area 你看到它 它现在是放了一张三座位 的沙发 旁边放了茶几 即是一个一房的单位 其实 能够放到三座位的沙发 其实都非常难得 在对面 还放了一张椅子 还有一个电视柜 所以呢 由于它楼底高 所以即使它放了电视在这一边 它上面仍然是有很大幅窗 被很多光线进入 好 那这个单位来说 那 我Downtown很多Coin島 我看过 Downtown 你知道 楼子很密 所以很多时候 它的景观 完全就是望楼景 这个 起码我看到 楼和楼中间 起码还有一个位置 中间的位置 可以完全望到 蓝天和白云 由于它是Coin 所以这一边 它也有 有少少光线可以进入 最后 我要评价一下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 它是属于在一个叫做 Highway的旁边 所以呢 其实关闭了 窗的话 是完全听不到 Highway的声音 的噪音 开窗 事必都会听到 对了 中国人来说 你可能会觉得 在这样的马路 这样冲过来 可能风水上 就没那么好 但是呢 以一个 Downtown 的Condo 50几万 拿来收租 可能 很多外国人 完全一点都不介意 其实 500多尺 有这样的空间 收到租 50几万 算是 挺不错的 投资的选择 是的 继续讲回楼底的话 可能很多时候 你要去到Pan House 才会有10尺楼底 我们现在属于9楼 也有10尺楼底 算是 挺难找到的 好 再看多次的房间 这个走廊都出门了 请不吝点赞 今期的看楼视频 就先看着这么多 如果你将来打算在大多伦多地区 买楼的话 欢迎你联络我们 我们可以根据你的条件 帮你找楼 安排带你撒地看楼 又或者 拍片遥距来看楼 所有以上的服务 全部都是免费的 OK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